收盘我们来做一个收屏 先看一下大盘 那大盘呢 昨天是有事跟大家讲过 不用着急 对吧 我没有讲 它在线下就不看好不安全吧 对不对 是因为什么 昨天的大盘 它是不是回归了黄县的附近 对吧 这是这两天的收屏 连着说的吧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是正常的 那么关键的点是选择于什么 明天也就是今天 那今天大盘呢 就出现了一个向上的跳空 当然这个呢 是跟市场上的消息面有关 大家也都知道 对吧 这个昨天的话 晚间也就是我们的收屏之后 它是发的 市场上是出了一个消息的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关于转融券的这个问题 对吧 那这个呢 大家可以自行的去百度一下 但是关键一点 大家要明白 我们一直讲过 所有的消息 它都是被主力拿来利用的 只是利用在开盘 不能够利用到收盘 这个东西 它也不可能 是正好 就是借助了某一个消息 在这个时候来决定了什么 决定了它的一个趋势性的方向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它必然什么 后面还是要回归到理性 这一点 我像这样老股民经历过牛熊 经历过股灾的 就应该都知道 对吧 以前也有过那会儿的十万一救市的那个情况 对不对 所以的话 更多的我们可以提前去看一下它的量价关系 从中能够解读出它的很多数据 你比如说在这一点我们说过这个长腿不好 还要下去 那最好的话是什么 低开 然后去高走 那么次日的话 结果它出现了一个低开 但是它没有出现什么低开高走 它出现的是低开低走 对吧 好 好容易到了这里 它就继续什么 把低点给刷新了 刷新了之后 来了一根低开高走 但是它却成为了一个假扬 所以讲到今天的这个跳空的缺口 设计来看的话 这个缺口并不是特别的好 为什么 你想一下 我们讲过 这个地方的关键是2958点 当时把它都写出来了 对吧 2958 那这一天的好是刚刚过了什么 它是2959 那你想 如果它今天的开盘能够是2959 甚至于2960 是不是代表了资金 它有一种急切往上的态度 但是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开盘是多少 它是2957.25 那2957.25 这个小数点 您看一下 跟对应的左阴 它的实体是2957.57 是不是比它还略低 那讲到这里 肯定有一些朋友就会说 那这个零点几个点 你还在乎它 那就别炒股了 但是很多东西就是什么 透过细节来看它的主控 那它连零点几个点 它都不能够上 您说这个主力 或者说目前市场里面的资金 在这里 它合力也好 做多也好 它的这个态度 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摇摆 和有一些隐忧在里面 对吧 好 那另外呢 我们讲过什么 不过鬼门关 你就要防止它什么 往下窜 所以的话 您想这四根音 谁最大 是不是来到了它 它的二一位是多少 是2975点 那今天的收盘是多少 是2970点 是不是未过鬼门关 所以的话 那单就指数而言 那大家记住了 目前这个建构属于一般 这根假扬呢 它呢 做王牌柱还差一天 所以整体上而言的话 明天除非来一根什么 大阴线把它给砸穿 所以我们也不用这样去担心 不出现这个情况 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预判什么 它应该成为王牌柱的概率就很大了 所以的话 接下来往下 我们暂时来说 不用太担心 但是我们关键的 就要看什么 就要看它的一个往上 那往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点 是什么 我们就需要看这个地方 2998点 我们用蓝色线把它区分 那你想 第一波攻到这里 没有过 如果最强的话 这是一波刹车 是不是打过这里 是属于最强的 那打不过这里 回调 不破这里 初换挡 再过 是不是次强 那弱的 剩下的就是什么 属于弱的模式了 那它究竟是什么 那它在这个地方 指数在这个地方 它究竟是什么 这个刹车 究竟是复制这个刹车的走势 还是复制什么 后面的这个走势 它是需要一个换挡来进行一个确认的 这里的刹车没有经过换挡的确认 它就只是一个下跌的中绩 所以常态上面来讲的话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暂时就把它理性的看到为一个刹车就可以了 咱们也别管它是什么 弱势的反抽也好 强势的反弹也好 咱们往上最关键的就盯一盯这个地方 能不能够去攻破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往下的话 暂时不跌不塌就行了 所以从目前来看 是不是暂时这几天 我们的交易是不用去做过大的担忧的 还是以做个股为主 对吧 昨天跟大家讲了一个惊吓的一个策略 好 那这里呢 我相信就是讲的大盘 应该跟大家讲的很清楚了 那不要因为今天的这根跳红羊 大家就认为 哎呀 大盘怎么怎么样 好了 有利好 有这些 它有没有 我们关键看这里 把这里一过 那相对来说 我们就比较看多了 好吧 那这就比较乐观了 那这就是关于一个大盘的问题 那另外的话 我们来讲行业板块 行业板块昨天呢 给大家指点了一个公共交通 对吧 这是在昨天的文章里面写的 因为它是什么 缩量过的高量 所以的话 它今天就有一冲 这是讲的一个短线的 但是你想指数这样犹豫的话 是不是还是跟难筹 它没有足够的合力有关系 为什么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看一下房地产 是不是这个地方 还是不怎么样 对吧 所以房地产 它没有出力 好 那另外的一个证券呢 您看一下 是不是暂时这里 也只是一个刹车 所以证券 它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给力 所以才大盘 才这样犹豫 那么反观来说的话 你想这个元器件 是不是是目前为止走得最强的 但是大家要仔细的去看一下 我们是在什么位置就开始提示元器件 它是否是经历了市场的一个考验的 那它目前确实是不是这个板块里面来说 它是属于最强的 也是确定性最强的 那么我们讲这些东西所判断的依据 是不是大家就可以把它运用到什么 自己的个股当中来 否则您如何去选于呢 每一个板块里面少则 是不是都有几百只股票 甚至一百多只股票 当然极少数的板块 可能里面的股票不是特别多 对吧 那例如我们说 这个公共交通就不多讲了 因为它总共才7只 那相对来说 这种情况少吧 对吧 所以的话 那大家就一定要注意 我们是一个教大家补鱼 教方法的地方 它不是来给予的 就把这个给它看到 那元器件的话 那就依然是什么 我们的中间的一个主线 好 那讲完了元器件 我们是不是提过 南筹里面加了一个有色 但是有色呢 因为它的什么占比有限 所以它还不足以单凭一个板块 去敲动这个指数 但是这个是不是可以看 可以去看的话 那肯定是因为什么 里面有比较牛的个股 它才会导致什么 指数是这样去上涨 那个股我们待会再讲 好 所以的话 在当下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今天的概念板块里面 您看一下 有哪些是值得后面去看的 就是暂时来说 就是一个什么 消费概念 为什么 那我相信这个就都是基础 对吧 这线也是前面 画在这里来的 那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那我们看一下 从锂电池开始 是不是这里也只是一个刹车 对吧 它还不如前面的这根阳线大 这只是一个刹车 储能是不是也是一样 它没有走出来 新能源车是不是也是一样 对吧 小米概念是不是也不是很好 因为这里的底什么 它在下降 相争振兴就不用说了 对吧 这都是被指数给什么 拖累给走坏了 所以的话 那作为概念板块里面 是不是我们就看一下 消费电子概念就可以了 那它是不是实际上跟科技类的有关系呢 那行 那既然科技类的有关系 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我们前面讲的有色 那我们就到这里面来举几个案例 来看一下所谓的一个个股的东西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先讲一支票 是什么 是这个俊雅科技 俊雅科技 那你想一想 这个地方 它首先上面是不是有频繁的一个试探 然后下来到这里缩量到了极致 这根牙 作为当时来讲 它不足以确认 为什么连鬼门关都没有过 那这里就出了一个跳空 然后呢 是不是就没有补 没有补这个缺 对吧 那没有补这个缺 是不是你想 那这个王牌 它成立就需要什么 三日确认 这是第一天 这是第二天 那往上肯定就是看好了 这个向下的缺口 以及这根大鹰了 对吧 那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是花了三天时间 是不是就把这个鹰顶 给收复了 是不是把这个鹰顶给收复了 好 那之后 它是不是来了一个背量涨停 低开高走的涨停 就把这个鹰给干掉了 那干掉了之后 那你想 是不是关键的一个问题来了 它就来到了什么 它是不是一个高亮状 这是过了它的顶吧 过了它的底吧 那是不是就应该要去过它的顶 然后才可能看虚 对吧 你不可能什么 它刚过它的底 直接就跳到什么 它的虚顶去了 那不可能 那样高开的话 你小心什么 大幅的高开之后 随即回落 所以您看一下 它是不是过 它不是过 要回踩不破 请问这个主力这里 是不是跟我们今天讲大盘一样 一分前战法 这个顶是12块2毛9 它今天最低是多少 12块3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有时候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好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保民科技 它也是一样 它在这一段的下跌当中 它是不是跟大盘一样 我们也不能够确认 它是不是就见底了 因为它如果没有换挡的确认 它又很有可能什么 复制前面的这种走势 所以呢 我们就是需要什么 需要再去观察的 再去观察 它是不是这里拿了一根羊 那这根羊 是不是过了这根鹰的二亿 那就确认了什么 这个地方是不是成为了一个换挡 好 那出现了换挡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什么 则机的跟装了 那则机跟装的话 我们想一下 这里是一个鹰帅 对吧 它的缺口没有补 那它有没有可能成为一根黄金呢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回踩黄金线 回踩黄金线 有序缩量 缩三一缩三一 是不是等于缩二一啊 对吧 各文化它在键里 直接来了一个什么 缩倍 好 那回踩黄金线 它只是前奏 需不需要一个抬头 请问它跳空向上 是不是就来了一个涨停 那这个涨停 它能不能够封板 是主力的能力 那这个涨停 是不是来自于 它的板块有封 它是什么 元器键 同时它又是什么 消费电子概念 对不对 这就是讲的 个股的建构 是不是它结合于板块的东风 还有在这里开始 它是不是源自于 它的真底 开始出现了一个抬高 没有这个 是不是跟我们的大盘一样 它有可能什么 是不是就下去了 对吧 所以这个标准 是不是很重要 我们一直强调说 五个标准是必修可 就是所有的战法 你一定先什么 不能脱离这个基础 对不对 好 那同样 我们再看一支票 横明达 对吧 那你想 它是不是 我们把它缩小一点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过风的动作 那过完风之后呢 有一个问题 它在这里是不是形成了一根高亮柱 它是最近的一个高亮吧 我们反复强调过高亮的一个重要性 那它在这里走了三天之后 是不是没有破这个高亮的21 对吧 那它就没有破这根高亮的21 好 那没有破高亮的21的话 高亮柱的21的话 那相对来说 就是守住阳关道 那抱着股票效了 而且呢 它暂时来说 它还在什么 风上 没有破这个风顶线 好 那我们按照画黄金线 就找到这三日的什么 它的一个低点 那这个低点呢 就是什么 14块1毛2 我们把它换一下 好 那就等着什么 等着它后面的回踩黄金线 好 这里是根阴 那我们就看 它能否会被跌破 这是根假阳 对吧 好 之后呢 是否出了一个黄金线上的阳盖阴啊 这是不是阳盖阴 好 那阳盖阴 是不是就OK了 那紧跟着 是不是它就来了一根 五个多点的中阳 然后随即什么 回踩之后呢 是不是继续上 那当然 它也有一点 如果它的板块没有风 它能不能够长停啊 对吧 原器件 与消费电子概念 所以这 是不是都来自于我们讲的 一柱一线 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在里面 好 那我们再看 这个票 那它在这一段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偷偷摸摸过左风的情况 它的这个缺口 是不是就一直没有被补过 那我们说过 白衣大侠 是不是比那种穿着什么夜行衣的人者相对来说就会更强 那既然它把这个风给过了 然后的话又没有跌破这个风 那肯定我们是不是应当是要往左看 对吧 往左看的话 你想它把这里过了的话 那下一座风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什么 18块2毛6 对吧 它是这样足迹攻打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它首先过了左风之后 是不是就来到了风下 就是我们刚才画的这根风顶线之下 就在这里叙事 那叙事的话 关键是有一点 就是说什么 这个地方 首先是不是成为了一个基柱 成为了一个王牌 你不能把这里跌破 跌破的话 那就是不是就没戏了 就下来了 那这只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 叙事的过程中 最终需不需要出现阳盖音 把这个风顶线给突破才行 对吧 那这就是什么 两个信号 缺一不可了 缺一不可 是不是才可能上涨 你脑子里面 你如果假如啊 我们复盘 复到一个这样的票 你要去参与 你就一定会要有一个什么 哪样它会要上涨 主力如果要上涨 应该怎样 那主力如果要下跌 会出现怎样 你起码会要有这样的一个预案吧 不然你临盘的时候 你怎么去对号入座 难道临盘再去想 那等你想好了 它走都已经走完了 该风板的风板 该跌停的跌停 那不是黄花菜都凉了 对吧 你不打不把握之杖 你肯定就要做什么 这就属于事后我们复盘 要去做的预案 这个工作吧 好 那您看 它有没有把这里突破 好 它就出现了一个被晾阳 过什么 过左风 过了这个风顶线 过不是过 要回踩不破 请问它回踩破了没有 它回踩没破 然后继续跳空 刚好什么 它板块有风 元气件 然后又有什么 消费电子概念 那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概念 是不是它也就来了一板了 对不对 我们从来都没法去预估 这个票一定能够去涨停 但是呢 我们会知道按标准来 什么时候进 它大概应该会上涨 我们才去进 而我们绝对不会什么 明明知道它要下跌 你还去买 对不对 所以你关键是一定要把这个预案 它给做好 好 那我们另外 我们也讲过 前面讲过有色 对吧 让大家去跟 那有色里面的话 既然它不足以敲动大盘 但是有色能够走成这样 大家也知道 那肯定这里面就有什么 就有牛骨 因为它一定是什么 有那几只领头羊 是不是才牵动了这个指数 对吧 然后才会带动整个的这个板块 所以那有色里面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是先选强者 然后才能够去跟强者 那我们一看 那个有色它不是刚开始涨吧 对吧 它也涨了一段吧 所以我们再看出见过 那首先一点 您看一下一个跳空缺口 跟两个跳空缺口 这是什么 这是不是白衣大侠 还来了两 是不是比一更强 这是一种强烈市场 为什么 它下面的筹码 没有在这个地方卖 哦 你回踩又不过这里筹码 又没在这里卖 它是不是会去更高的地方卖 这是缺口理论 一个什么 最重要的 最值钱的一个地方吧 好 那第二 那我们来看 一个倍量涨停 那倍量不穿 那我来参观 第二个倍量又没穿 我是不是用了鼠羊战法 那是不是第一羊看 二羊就可以什么 择机参战 那三羊一出呢 那当然不是三羊开泰 那是讲的涨停了 那是不是就妥了 这是不是很早以前教大家的鼠羊战法 那虽然它没有高量不破 那请问它是不是有倍量不穿 与跳空不补啊 也不一定一定要扭扭股三绝吧 对吧 尤其是在非常时间 哪那么多三绝 三绝里面搞一绝也可以吧 对不对 所以呢 它还有两绝 那之后 一字板锁仓 是不是今天继续打板 那继续打板 它是不是就来到了这个风上了 所以我们不讲什么 我们不讲 它的后面会怎样 我们讲的是前面 但是这个前面 究竟是属于一个马前 还是一个马后 大家也抓过板 也按标准 也尝过它的甜头 应该是知道的 那这样回过头来讲 请问它是不是也符合了 底底再抬高的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建构 它能不能够脱离它的基础 那我们再讲一下 五个标准里面的标准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刹车了 那这个地方是一个换挡了 请问它是不是加油了 但是有很多朋友一看 哎呀 老师我就想问你一句 它能不能够过风 它能不能够开启主声 但是它从来就忘了什么 那加油完了之后 是不是常态要出现打结的 只有该跌不跌 是不是才方长啊 所以很多东西 它都是一环套一环的 你中间缺失了一环的这个知识 那就不完整 那不完整 您真金白银的 真刀真枪的干 还加上什么 还仓位比较大 那这个是不是咱们觉得会有点悬了 会对自己的资金不负责任 对吧 所以啊 社会就希望通过教大家这些方法 我们慢慢的什么 完善自己的交易系统 完善自己的交易体系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做到一个什么 大概率的挣钱 来才能够为自己的稳定盈利来服务 好吧 好了 那关于今天的内容呢 大致上呢 也就说了这么多 第一个呢 大盘短期来说 我们是暂时先不用考虑的 因为它现在功不功都过 或者下来问题都不大 对吧 至少在目前当下来说 我们呢 昨天也说了 讲究这个选股的趋势问题 然后去结合 那现在很明显 元器件也好 油色也好 对吧 它是优于其他的板块的 因为其他板块现在在这里 它只是刹车 要等换档的确认 那这个里面 今天也给大家说了一下 就是这个消费电子概念 其余的 咱们相对来说 都是按刹车来对待 后面去跟踪一下 好不好 好 那今天收评的内容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